黃毓民議員 就是摧殘這些幼童的心靈和思想 硬撿他,兩文三語,還要加上學鋼琴 九十幾樣,我有個孫子,也是被你們塗毒,真慘 主流學校 我現在要叫他讀國際學校,怎麼會這麼好水 喂,你就是... 你做這些事情,老實說 有什麼效果呢?你告訴我,是沒有的 這是另一個問題 加強對幼童學習中英文的支援是語文基金的重點 喂,大哥,現在有些人,頭腦清醒一點,家長在反省著 是不是要跟你的主流學校,跟你的政府這一套 來去催谷自己的幼童啊,已經 你現在淒涼都在肚子裡,是不是 都未成形,就找幼稚園了,是不是 有些可能未結婚,已經想著找... 如果要生孩子,找到幼稚園了,是不是瘋了 你說,是不是 現在的局面就是... 你的雙妃孕婦就是來搶我的床位 生了兒子之後就搶奶粉,搶尿片 兒子大了之後呢,做了幼童就搶你幼稚園 搶你小學的學位 帶家庭團聚就搶你的資源 喂,那些人會這樣看的嘛,是不是 那你現在... 那幼童... 什麼事要這樣去催谷他呢,請問 用這些錢來 是不是 你是在殘害幼童的... 那個成長啊,我現在告訴你 我一定是舉腳反對的 另外,用普通話來教中國語文,況我又反對 是不是 我們有個語文大師陳雲就說 中文的文言創作語音,以徐唐的中原音,或者北宋的中周音為本 賦予當時的謊言香音,故此繼承名稱北方官話普通話呢,根本就不對的 我告訴你,學中文是最沒用的,就是這些 普通話 如果說漢語來講,我們現在講廣東話 多樣化過他,歷史內過他 甚至連福建話,敏南語 包括現在的學老人,潮州人講的這個謊言,這個敏南語 歷史都猶九過你,大哥 對不對?普通話教中文,會教壞小孩 局長,為什麼要普通話教中文呢? 局長 剛才提到,這次我們重點是兩文三語 幾個方便,我們都要看怎樣去推 你懂不懂普通話呢? 我剛才講過的東西,你有沒有印象呢? 我不是語言專家,但我對中國語文是很有研究的 我又告訴你 不過三分鐘就教不了你 你做一個教育局長,你懂不懂這些東西? 你又維害下一代,你知不知道? 普通話教中文,是維害下一代,知不知道? 說話 局長還有沒有回應? 我想補充一件事,其實這幾年裡 香港的學童兩文三語的能力真的加強了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你懂不懂說普通話嗎?你懂不懂說兩句來聽 你懂不懂說兩句來聽 你給局長回答你,不要... 說兩句來聽 說兩句來聽 你現在正說法完全沒有用普通話來講 你怎麼教學生 沒有影響局長回答你的問題 普通話? 普通話? 北京話? 不是國語? 台灣的國語和北京的國語有什麼分別? 知不知道? 又不知 普通話教中文 是否用波波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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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你讓局長再作答 是否用波波摩科? 知不知道什麼是波波摩科? 又不知 是,局長 在這個兩文三語裡 2003年 香港整體大約有35%的人 說自己可以... 不是啊,主席他沒有回答我問題 他現在在說文件上的說話 不要跟我說這些 你不要回答我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用普通話來教中文? 知不知道用普通話來教中文 是危害下一代 你回答我說不是就行 不是你就講理由 為什麼不是? 這麼簡單 我問你懂不懂普通話 你回答我不會 好,黃議員 到這裏為止 局長繼續 如果你有回答的 你簡短一點回答 如果你覺得到這裏為止 你回答不到 你就不用再作答 我都可以講普通話 我都講了十幾年 不過這個時候 我是用這個廣東話去回應 2012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兩文三語的能力 那個人口達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這幾年裡面 是有進步 為什麼我們要繼續 持久這樣去推 兩文三語這方面的努力 多謝主席 好,下一位